因为就是南山人寿跟他的一个保险业务员之间的一个争议 那南山人寿跟他的一个保险业务员之间 他们自从劳退新制上路之后 他们就是大量的希望就是保险业务员你转掉 你就是变成就是跟我里面不是雇佣关系 你跟我变成是所谓的一个承揽关系 就是按键记仇 如果你卖了几件保险我就给你多少费用 好那这时候有一些部分的保险业务员就去提告 要求就是南山人寿给付他退休金 给付他退休金 但是在这时候就是这个诉讼在民事法院嘛 就是这一侧 好民事法院的一个这个诉讼 那民事法院他们认定就说 可是你保险业务员跟南山人寿之间并不是劳动契约 那既然不是劳动契约的话 他就有没有给付退休金的义务就没有 好可是今天劳动部 他们其实就因为依照劳退薪制的规定 要求雇主 他们认为南山人寿是雇主 去提缴退休金 然后也因为这样而给他一个处分 那并且处罚他就是 就是因为他都一直不缴嘛 所以他有招储罚还 招储罚还 那南山人寿就提了一个撤销诉讼 他认为他跟他的一个员工之间 并不是所谓的一个劳故关系 既然不是劳动契约的一个关系的话 他就没有提领退休金的一个必要嘛 他就没有提领退休金的一个适用 所以他提了一个撤销诉讼之后 但是在行政法院的一个部分 他认定他其实是具有劳动契约的关系 就是南山人寿跟保险业务员之间 具有劳动契约的关系 所以会发现什么事情 为什么是同一解释 因为民事法院跟行政法院的认定 完全不一样 行政法院跟民事法院认定不一样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好那所以我们往下来看 你讲义的一个部分 你看一下你讲义到第110页下面 110页下面开始讲 七字引号解释理由书的时候 他其实这一段 这一段一直到110页的上面这一段 都在解释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两个认定不同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跟高等法院 台湾高等法院 他们的一个认定是不同的 最高行政法院是怎么看的呢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 他为什么具有劳动契约 因为他认为第一个 他认为这两个人之间 保险公司跟业务员之间 是具有从属性的 第二个他认为保险业务员的一个薪资 本来就是从事劳动工作所的 一个劳务给付 第三个他认为契约类型 判断不明的时候 本来就应该要优先保护 劳工的意志为出发点 为出发点 好那台湾高等法院 他的一个见解是什么 他认为没有劳动契约 为什么 他认为第一个保险业务员 跟保险公司之间 他们那个人格从属性 跟指挥监督关系是非常弱的 根本就快要没有的 好那第二点就是说 他认为保险业务员的一个劳务给付 是自己事业的一个经营 没有不具有任何经济上的一个从属性 那第三点的一个部分 他认为就是说 保险业务员管理规则 他在处理的是什么 保险公司 他们应该要去遵循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 没有办法去推论出 保险业务员跟公司之间 具有相关的一个人格从属性 所以他们两个见解其异了 所以有所谓的一个统一解释的一个必要 OK 统一解释的必要 所以这统一解释的解释是什么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契约它的一个属性是什么 这对大法官来说还真的蛮难的 因为这个就是非常个案的一个判断 好 那接下来往下来看 劳动契约的一个判断 大法官先提出来 劳动契约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他说我们劳基法的规定 说劳动契约是比如说 劳顾关系的一个契约 但是他根本没有规定 劳动契约跟劳顾关系的一个界定标准是什么 所以大法官就说是因就劳务给付的一个性质 按个案事实客观探求 各该劳务契约的一个类型特征 诸如与人的重属性 有没有人格重属性 有关劳务给付的一个时间地点 或专业的一个指挥监督关系 还有有没有负担业务的一个风险 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细征规定一的一个劳动契约 所以他就说劳动契约的判断标准 大概会有这三个 好 那往下看大法官就要开始 开始要告诉我们说 那这个案子里面要怎么去做判断呢 他说选择的一个契约类型 到底是不是细征规定一所称的一个劳动契约 就是劳基法这个劳动契约 人应就个案的一个事实 跟整体契约的一个内容 按劳务契约的一个类型特征 依劳务在务人跟劳务在权人的一个 重属性的一个程度高低判断 基因是保险业务员得否自由决定 劳务给付的一个方式 包含工作时间并自行负担业务风险来做判断 那大法官就是说 保险业务员跟他的一个保险公司 所称定的这种招揽劳务的一个契约 虽然只可以贩售该保险公司的保险契约 但是如果保险业务员就从事实质上的一个 招揽的一个劳务活动 还有工作时间等都可以自行决定 就是你要几点干嘛 做什么事就是都是自由业的话 其保险给付的一个方式 也没有底薪跟一定业绩的要求 是自行负担业务的一个风险 则其与所属保险公司间的一个 重属性的程度是不高的 上南任属于戏政规定义所称的一个劳动契约 他说再者保险业务员的一个管理规则 他的一个目的是在于保险业务员从事招揽保险行为的 一个行政管理措施而已 并不是限定保险公司跟他的一个 所属业务员之间的一个劳务给付形态 应该是雇佣关系的一个规定 所以他说该规则既是保险法的一个主管机关 就是金管会他们 为了近期管理规范保险业务员的一个职责 所定定的一个法规命令 与保险业务员与其所属的保险公司间 所签订的保险招揽劳务契约的一个定性 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 事故不得禁以上开管理规则 作为保险业务员与其所属保险公司间 是否构成劳动契约的一个认定 所以大法官说什么 保险业务员管理规则根本就推不出来 好 完全就推不出来 所以大法官就说什么 你这个说真的要怎么判断 要个案去做判断 你必须要去判断他人的从属性是怎样 他劳务己父的学间地点 跟专业的一个指挥监督关系 然后他有没有负担业务的一个风险 这样去做综合的一个判断 好 那我们在下课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从七四一开始讲 再来一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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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